各位城市人 很多香港人為了買一層樓 建立自己的安樂窩 可能要牢牢一身 每個月供樓和交管理費 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 出現遺標或者疑似遺標的個案 這些個案裡 小業主導受到管理公司 成建商、大業主、業委會 甚至活發團的重重遺困 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 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千萬不要,真的沒有年齡其事 因為我在票站看到很多都是上年紀的老人家 他們對App這件事都不太熟悉 亦有很多上去App Store搜尋 第一,他們不知道有App Store 第二,打了成宅,打了成室 那就找不到 有些人說沒有聲音 我告訴大家,沒有聲音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的手機,那個鈴聲關掉 不是聲音大小,是鈴聲關掉 所以到你播出來的時候 播片就沒有聲音 我們調片應該是有聲音的 各式各樣的問題 我們不斷地要解答 所以想了一個最愚蠢的方法 就是拍段片 在今天的奪命鬧鬧播 播的時候就被人笑 又說你當我是Lulu嗎? 你不是Lulu不要緊 你就最簡單這個時間去沖杯咖啡、沖杯茶、 柯獨尿,然後就買包花生回來 全部都可以 對,下去樓下 買包花生,家裡沒有也好 下去樓下,買完回來 剛剛好 對了,那就是吊頸去休息 其實正在吃喉糖 回來就要開一下鄭若驊的節目 為什麼呢? 今天《蘋果日報》就拍到 這個潘樂圖 就將他自己隔離的單位 搭棚為封 好了,我就想問一問 當日林鄭月娥 整死唐英年的時候 講得很清楚的 屋宇署執法的標準 第一,不可以自己去施工 去補救 因為為什麼? 這個就等於毀施滅職 毀滅證據 要由屋宇署的專業人士去調查 傳召40個證人作供 和專業人士下去鑽石史樣本 然後得出結論寫報告給律政司 看看有沒有觸犯刑事罪行 再由律政司決定檢控 第三,剛才說了兩件事 第一,律政司決定檢控 第二,屋宇署搜證 第三,不能付錢了事 這個是林鄭月娥當日確立的權威 處理潛建問題的權威 我想問一下 這間屋不是潘樂圖的屋 其實是律政司的屋 因為她是兩夫妻 二屋、三個屋 是不是? 而且沒有的 你如果做高官的過程當中 你的伴侶是很重要的 是啊 就算我這樣說 你兩個結婚之後 如果你要做其中一個 去做高官 特別現在你那個叫律政司的位置的時候 你另一半的利益申報 都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是 如果不是的話 你打龍通的話 把所有東西都撥給隔壁一件 什麼都由她去收錢 那就大糟糕了 好了,現在就是這樣了 我想問一下 現在香港是不是還是一套法例 去監管這個潛建問題呢 今天林鄭月娥就出來 為她姐妹這個鄭若驊抱不平 就說很多言論 都是無中生有的 對她是不公平的 無根蓋 對,沒有根據 我不知道她要什麼根據 現在我的根據已經很強了 好了,我現在就想問第一個問題 執法的問題 不要說她的道德操守 誠信問題 現在在說執法的問題 這個是絕對跟政府有關 發展局長王偉倫 絕對要出來解釋 究竟現在潘樂圖 去維封自己的大廈裡面 去私下偉師滅跡這件事 政府是不是視若無睹呢 因為你要知道 這次鄭若驊和潘樂圖 她的潛建的圖案 跟唐英年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完全沒有分別 你不只是在玻璃屋 或者在花園那裡 圍風露台那些 是地府嘛 是啊 是一模一樣的 圖案雖然不是規模 圖案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約度大宅 即唐英年那個 是幾千呎 所以她比例上 潛建的地府大很多 這個就是一千多呎 所以她比例上是一樣的 其實是500呎地府嘛 所以比例上是一樣的 我想說她的模式是一樣的 甚至是你所說的比例是一樣的 是 這個問題 我也很贊成的 這件事就關乎777了 就不是關乎鄭若驊 我們稍後再繼續招呼鄭若驊 現在是執法的問題 是執法的問題 發展局長 屋宇署長 以及特首 之間 我們現在執法的標準 是不是因人而異的 那個是不是你姐妹 就可以自己自行去處理潛建的問題 那個是你政敵 甚至是你想弄壞她 你就要將她老婆刑事起訴 要判她監為止 那你和十三加三就是一樣的 還有這個 陳婦其中一個就是 幫她解釋 其實老實說 作為行政長官 我自己覺得這件事 你也是政治的諮詢顧問那方面的高手 以今天標準來說 現在標準是低仇 你完全沒有用 沒有用的 招數 但是按一種傳統的就是 你作為行政長官 這件事你應該是撇清關係 就與你無關的 你說那麼多話做什麼 你撐這麼多話做什麼 有的應該由發展局長出來說 發展局長就是叫做黃偉倫 是不是 是的 因為他就是負責什麼 政治上 政策上都是他負責 究竟如何處理潛建問題 所以我現在都是要求發展局長出來澄清 究竟鄭若驊現在遺封他的住宅 自行拆除潛建這件事 是不是已經獲得政府屋宇署的授權 你問我 如果是 你再解釋 為什麼 要解釋 而不是要採證 不是要決定是否刑事起訴 之前 你隱瞞婚姻狀況那些東西 一會兒再招呼他 現在 還有張達明揭出 那個不尋常的樓價問題 其實是有鼓劃在裡面的 這個我覺得才是更嚴重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就不是你潛建 是你那個 包括了那個跟銀行之間 那個mortgage的問題 其實是IG case 這個文件上面 你是隱藏了你的潛建 然後第二 張達明所說的 就是涉及到什麼呢 就是你的樓價為什麼 為什麼會多了一千萬 高得那麼厲害 那時候是剛剛金融海嘯 之後 是之後的 是給市價貴一千萬 去買一個這樣的單位 這個就涉及到不是潛建 這個問題是嚴重得多 嚴重得多 現在首先就是政府的執法標準 不一這個問題 這個大家都不需要問林鄭 告訴你 你看他怎麼樣 當日高調打擊唐英年 之後就放寬 說處理新界潛建 結果自己做了政務司司長 權力更大 你為什麼不處理 結果大家看看 新界潛建 結果出現鄭若驊 有什麼情況呢 因為政府根本不執法 市區 我昨天去石傑美的街坊說媽媽聲的舊樓 目測看到你 圍豐露台 屋宇署立即上修緝令 然後大廈 法團 就要夾錢維修 一夾錢又維標 然後就要給幾筆東西 對一個普羅市民來說 你想想幾筆東西對他們來說 是很大的事 就是因為你屋宇署一出的修緝令 就是這樣 執法的赤道不一 然後現在去到什麼 人格的層面 個人的層面 那種大洗超 鄭若驊的你看 今天蘋果日報拍到 所以我說 第一 我們已經說了一點 就是你執法的不一這個問題 第二 我覺得你作為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 你出這麼多聲音 去支持鄭若驊 這個本身就已經是不合適 而你所用的理據 是完全荒謬絕倫 包括說他很忙 包括又說 不是 很忙不是他所說的 說他沒有隱瞞 沒有隱瞞 說沒有隱瞞 他到今天也是這樣說 我踢 你這個所謂的 在偷情 然後踢到門進房門的時候 你說那個男人說 我沒有隱瞞 到你隱瞞 是沒有隱瞞 沒有隱瞞 黎廣德的說法叫做 沒有隱瞞 沒有隱瞞 和沒有隱瞞 是兩件事 第二 你剛才說 正常的程序 如果是上一屆 我做的時候 政府指的是什麼 特首會擇成 律政司長盡快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That's all Stop Exactly 這就是你要做的事 然後 多久 一個月 或者一個星期之內 提交這個報告 然後到這個報告提交完之後 你看完之後 你才出來 你要擋好 你要插他 什麼都好 你都要有這個程序 你都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大哥宣誓之後 那一天 你已經說 我覺得他沒有隱瞞 你憑什麼說他沒有隱瞞 結果你現在揭出這麼多東西 當日 他宣誓之後 一路揭 初初以為僭建 原來不是 然後就mortgage 然後現在就留價 一路這樣揭下去 你現在就賠償了整個特區政府的聲譽 是因為你林鄭月娥 一個包庇你自己的 密息回來的律政司司長 匆匆忙忙死出來去抱他 就賠償整個特區政府聲譽 正路應該是王偉倫出來說 根本是不需要特首出來說 由發展局長出來說 但是你聽到王偉倫出來說 鬼鬼祟祟 為什麼呢 他都怕說錯話給林鄭插 林鄭肯定是下了命令 要包庇他 不是呀 你是很荒謬 你整個現在政府是 行政長官 現在只有一個行政長官 而且好像是一個勇字 事無大小都是他都說的 他都說的 整個政府的班子裡沒有人出來說話 現在 大家有沒有留意 真的 包括鄭若驊這次的事情 據我所知 都是因為他包覽了所有的事情來做 這是後果 以前我們有新官員上場 而這些官員是惹火 或者是外來的人 除了品格審查 由警方政治部做的 保安局的品格審查之外 其實是要特首辦 裡面的幕僚和官員 去和律政司那邊夾 問清楚他 跟他做一個drilling 就是告訴他 到時見記者會問這些東西 你怎麼回答 然後不斷反覆跟他練習 然後讀好新聞稿 而裡面的drilling的問題 一定是基於一些很敏感的事情去問他 因為你要承認外面的人 是沒有秘密的 是會知道這些東西的 我覺得這次是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他覺得 不用理會了 我幫你搞定 我幫你撐 我幫他撐你 所以我覺得 你真的要問責 我們是要問責 整個這次的betting是怎樣做的 如果你真的要問責 有機會連你 林鄭月娥 你自己都是責任的 他責任的 你為什麼星期二 今天還要出來抱他 就是因為他知道 如果這壹事要追究起來 你看劉少街 上個星期六所說的說話 亦反映了一個態度 就是希望 要快點處理好他 這個亦是代表北京的態度 處理這兩個字其實是很重的 所以今天就踏鵬 以為這樣就處理了他 這條條子一定是 跟林鄭月娥談過的 快快快還原了就當沒事 然後就說已經處理了 沒事了 大家向前看 沒有批中 一定是這樣說的 但是處理可以是一個政治的含意 在裏面的 過去你看看 中共對於香港的官員 包括特首 如果用來處理這兩個字 其實就是說 叫你好好地 要快點搞定他 平息這件事 其實是有政治的含乎的 董建華茶爪不足 難道真的叫他找找自己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你很不行啊 你這個人 這個意思 就是說等於 鄭月娥說 這個是我先生 我先生都有兩個意思 可能是我老師 你懂得看那個意思 你很清楚 但是我覺得 這件事是不可以 也不可能就這樣處理得到 原因是什麼呢 我現在說他是一個流動炸彈 鄭月娥是一個流動炸彈 為什麼呢 就是根本上他的洞有多深 處理這些政治危機 身邊負責幫手拆彈的人 最大的憂慮是什麼呢 有些東西我還不知道 你是不知道 他還隱瞞了什麼 你每一次問他 他說我已經說了 就是這麼多 結果又再爆出來 好了 接著到mortgage 現在到樓價了 是不是 兩千多萬 千多萬的東西買兩千多萬 現在就說 究竟你是不是 合起來來騙這個樓宇案揭 如果不是騙樓宇案揭 另外一個是什麼 就是會不會 那個是一個假數來的 去找另外一些單呢 這個是公眾合理懷疑 你不要說 沒有根沒有據 為什麼呢 就是當一個這麼精明的專業人士 對建築物條例 以及對法律有這麼深入認識的專家 而他做出一些 普通人都不會做的事呢 那個就是一個根據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鄭若驊在金融海嘯之後 2008年9月之後 才買入這間的第三棟 No.3 那時候他好像應該用2300萬 而只是2007年金融海嘯之前 他都只是值1300萬 即是說他用多了1000萬 在金融海嘯之後 就是樓市開始已經跌了 向下跌了 2號屋就是2012年潘樂圖賣 當時已經過了金融海嘯 整個經濟全球復甦 都是等同於他這個價錢 是的 這個價錢 那你想一下 有沒有人無厘頭 多了1000萬出來 去買一個大纜的三層的村屋呢 這個就是林鄭月娥說 我們沒有根沒有據的意思 這個我怎麼會沒有根沒有據 這些全部都是數據 有關這個樓價的數據 我們要作出一個合理懷疑 怎麼會沒有根沒有據 有這些數據我就會懷疑 有幾個可能性 這個很簡單 包含有幾個可能性 喂 你很等錢花 第二就是很簡單 我告訴你 房屋條例裡面 其中有一條 我們小時候都認識的 叫做收入與官職不相稱 那你說有沒有合理懷疑 我只是看到你明明是一個軍裝警察 但是為什麼你可以住豪宅 一餐吃幾萬元 這個就是收入與官職不相稱 但是他是不是ICAC抓到你 在某一個位置裡面 真的一手拿錢 一手去幫人做事呢 未必 但是你因為看到他 為什麼有這麼多錢 所以這個收入與官職不相稱 其實也是一個根據 這是一個例子 一個例子 我們相信鄭若驊當然有很多錢 當然不是說他收入與官職不相稱 但是我的意思是什麼 你不外乎幾個可能性 你第一 就是說什麼 你那時候很等錢花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來套現 但是第二 更加嚴重的問題 你猜銀行是死的嗎 是的 你猜銀行是死的嗎 誰會批你這個所謂的樓價人 又給你一個按揭 很簡單 我現在拿一件事來當作 其實這件事只是值1300萬而已 你拿著值1300萬的東西 就把銀行當作 拿2000多萬的錢走 其實銀行是很保守的 他一定會估低過1300萬 一定會估低的 銀行一般是這樣的做法 你買一層樓我當你1000萬賣 他只會當你800萬而已 樓價 八成到七成而已 然後在這800萬就借七成給你 你想想是這樣的 就估多了 估多了這麼多 其實你問我 銀行本身也好 I記也好 一看就知道什麼事 究竟同時間 渣打銀行 在這些單位裏面做的按揭 批出的數額是什麼 不是 立即可以開個案 立即看到 你立即開個案 這個就是證據 誰做的這個優惠 以及立即同時間 他九月份買的話 九月份渣打批出的案件裏面 同一個地區 是在批多少錢的 就知道 估值 是多少錢的就知道 為什麼 這個就這樣批 明明那個樓價 只是值1300萬 現在兩千多萬也照批 現在渣打都可以開個案 誰做的 誰做的 為什麼你這樣做 這些不是全部合理懷疑嗎 有跟有句 很簡單 我逐樣跟據 最先開始 就說是買入之後 我不知情 好了 接著蘋果才是航拍 拍到上面的東西 找到當時的Google Earth的圖 看到在買入之前和之後 什麼時候出現了天堂的潛建屋 都不清楚 明報更清楚 就找地政署的衛星圖 在買入之前的七個月都沒有 除非那個業主準備賣樓的時候 突然間納納納去潛建 這個問題更大 為什麼呢 我忘記看過一個資料 就是說 真的是他買入之前有的 就是說什麼呢 他買入之前 叫這個業主幫他做 幫他做 正常 如果我自住下去的話 我會不會在賣樓之前 為自己潛建 是不會的 因為我都準備賣樓了 接著是掘地牢的問題 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說 鄭若驊是守了一條不能防守的底線 就是沒有隱瞞 也是不知情的 如果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些所有的資料 然後我們可以有一個合理懷疑 其中我們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在你買入之前 要求業主幫你做這些事情 你告訴我你不知道 沒有可能吧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沒有可能知道 應該說是按你要求做 接著就是買賣合約裡面 報紙也找到出來 就是寫到名其中有一條 說到名就是接受 沒有可以踢契奈 道謝中文寫的 在明報的報道裡面 我想問林鄭月娥 以前六八九也試過 她說我忽略 這個是不是根據 所以整個施政作風 其實跟六八九沒有分別 你不要怪別人說是六八九2.0 現在是3.0 我覺得 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她那個 777 她那個語言的霸道性 是比六八九有過之無無不及 我講霸道 六八九的語言就是左 就是說一些左的說話 討好大陸的 但是林鄭這個人 一說的時候就先兇了你 我覺得沒問題 沒有隱瞞 她就是這樣 兇了你 你那些盲毛 看TVB的新聞 只剩下那些 質疑這種說法的你就不報了 也就像大公報 弄張達明那一條 接著就是什麼呢 大家就只要這個畫面 這個生悲 我覺得是夾定的 她拿了這個生悲之後 我相信大部份的講諸蠻毛 這件事就了結了 看完這個生悲 林鄭都說沒事了 沒有弱 是嗎 你要進一步去了解後面的東西 很多時候現在主流媒體看不到 其實大家都倒閉了那件事 你要上去張達明的blog 你要上去其他的新媒體那裏 聽我們節目等等 你才知道原來不是 這件事不是這樣的 所以就出現了平衡時空 她做得不好的事多 民望越高 因為我覺得她比689進化的原因是什麼 689你剪不到生弊 她說的那些都是這麼重口味的東西 但是林鄭不是 她說了那些 其實跟習近平很相似 她說了那些什麼 入到屋入到腦的說話 好像很權威 大家說話沒有根據 這個法律界的人雙重標準 精英心態 把這些我們叫做tough talk 就是最硬的說話說了在前面 大家就覺得她好像是 真的沒事的 不然她也不會這麼說 那我就重複了 不過我自己看 這次鄭若驊事件發酵的狀況 我覺得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用你的tough talk 可以頂得住 我覺得 這次因為我們說的問題嚴重性 其實是遠遠高於唐英年 唐英年那時候 只是真的叫做僭建 她沒有權力 她辭職了 她去競選的時候 她不是在政府裏面做官 她是一屆草民 一屆草民 一屆草民 二來她的問題是僭建 現在這次 鄭若驊爆出來的問題 其實是遠近僭建 當然了 我們都沒有去到說她的隱藏 婚姻關係 婚姻關係 都沒有說 你繼續刮下去 你都不知道會刮到什麼東西出來 坦白說 我又想知道她報告她的婚姻狀況是怎樣 到現在林鄭都沒有說 究竟鄭若驊有沒有如實地向當時負責的警方的高層 去申報她的婚姻狀況 如果你說到陳凡又去做證婚 梁愛斯又證婚的話 應該就沒有 不應該隱瞞 你這麼高調找梁愛斯來做證婚 所以我就很奇怪 為什麼一直在政府的新聞處公佈裡面 都沒有說她的婚姻狀況 家庭狀況 這個很奇怪 一個成功的專業人士 有什麼原因去隱瞞 他們2012年搬馬在一起 2012年潘學徒買了二號單位 就是說最保守 估計他們2012年已經有事實婚姻關係 最保守 最保守 即是你怎樣撐都好 最保守 2012年到現在 2018年 6年 這種事實婚姻關係 他2016年註冊 就是說他的事實婚姻關係有4年最少 這4年裡面 他做的公職裡面 究竟有處理過多少 跟班學徒公司跟班學徒公司的客戶有關的東西 索償好 仲裁好 賤足物條例上訴好 承規會好 他叫公職王 這個人 他還沒做律政司司長的時候 他已經是很多委員會裡面坐著主席的位置 我都說你只是很簡單 你兩個月之後去立法會 推銷一地兩檢 如果我 萬必好 楊岳橋好 陳淑莊好 我只是問你司長 究竟你 老公的公司 承辦了高鐵的項目 合約總值是多少錢 一條問題 其實是說完了 如果安樂工程公司 據說以前承辦過醫通道 即是說將來 究竟在一地兩檢 西九龍站裡面 有多少工程是屬於他老公的呢 哇 那裡很大 很大 就算沒有直接關係 而你老公生意的夥伴 如果是中國建築 中國路橋 中國海外 這些中字頭的企業 國企 是他的生意夥伴 這是核實 很清楚的 你現在處理的事情 其實是不是直接 跟你老公的生意夥伴有關呢 你推一地兩檢 完全是跟他老公的生意夥伴有關的 這個是利益衝突 坐在那裡的話 我們可以慢慢 心平靜氣地討論 究竟是有根有據 還是沒有根沒有據 是嗎 任何議員提問 我不是動機猜測 我現在是合理懷疑的 動機猜測是什麼呢 沒有根沒有據 就是我覺得你是壞人 所以你就會出鼓 現在不是的 首先 我搞清楚 我這邊就是說 他那個我仍然想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知道 他在檢查的時候 有沒有報遷見 有沒有報婚姻狀況 因為為什麼呢 我剛才一開始 已經解釋了很清楚 你如果當官的時候 你另一半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申報 的資料 其實不是做律政司的利益申報 是有些公職 其實是需要利益申報的 包括承規會 如果你坐承規會 而你老公的客人是申請 那裡建屋的話 你要declare 你要declare 所以我就說 這是流動炸彈 就是這個原因 是啊 在會裏要declare 你要流動炸彈 就是他有沒有這些情況 是沒有declare 一出來就完蛋了 你老公的生意這麼大 大哥善養費都七點幾億 你會沒有可能沒有搭家 沒有商業上競爭夥伴 沒有對手 所以我就說林鄭這樣抱她 是將整個特區政府的聲譽壓上去 如果我是劉兆佳 我都複得賴尿 喂 一爆起來 大哥 全部爆散 中央一連串的政治任務 怎麼搞 所以我說 不要趕她下台 當然啦 不要讓她在 這些就是這樣 保持廢人 是啊 我們以前是七國的人 保持著她弱秦 就是不要滅了她 不要滅秦 保持著她做弱秦 這個策略應該是這樣 但問題就是這樣 兩個可能性 我們都說 一 保持著她弱 什麼都做不到 這是一個玩法 二 她見到自己這麼弱 就需要靠北京的灌章工程 沒有了北京的政治的支持 她就是Nobody 即時倒台 好了 結果就是北京叫她做什麼 她都會做到家人一 其實是兩個可能性 我們向好處想 就是因為她知道弱勢 如果摺一些重口味的工作回來 就會爆煲 就會整個政府炸散了 我覺得我們是一雙情願 現在我覺得很難用這種一雙情願去想 因為現在基本上整個政府沒有規矩 你想想想 以前甚至六八九年代 都不會出現整個政府是一言堂 你想想現在 近這兩三個月 大家的感覺 只看到777出來說 整個政府到今天 你有沒有見過陳國基 我很久沒有見過 我告訴你今天Hong Kong Watch 有一個英國的上議院議員出來說 如果香港的情況自治繼續變差 BNO就應該有居英權 我相信我們香港人就大家拍手掌 我相信BNO平權運動將來一定會再起 現在英國人這樣說 他今天出來又去扮經官 好笑 去還拖 是啊 還拖 關你什麼事 如果你說的話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 你還可以理解 國務院發言人說你還可以理解 外交事務其實關你特區政府什麼事 你問外語我是京官的話 他還說什麼呢 他還說別人干預我們的內政 那種的通真是跟華春瑩說的 華春瑩 華春瑩也沒有這麼阻礙 其實他比華春瑩還比華春瑩還要阻礙 你想想想他最像李兆星那種 以前那個流氓外交部長 他的樣子整個農民那個人 整個彭煙屎牙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官都整個彭煙屎牙 袁國強也是這樣 黃志民就是這樣 不是燕屎牙也沒有用 之前那個什麼中學外交王毅 不是也是這樣的性格 一出廣話就很健博 但你問我 我覺得林鄭月娥真是上腦了 真是上去集完戲 阿習幫她打氣之後 我覺得進入精神失常的狀態 正路這些東西 一你交給香港外交部駐港發言人 去處理 外交事務 英國屬於外交事務法 你身為一個東莞市長 也不是市委書記 市委書記黃志民 你一個東莞市長 究竟關你什麼事 他又出來表態 那種驗戶 我覺得就是這樣 現在你看到的 發展局長就躲起來 如果僭建這麼大的事件 應該天天出來說 黃偉倫 然後你看到現在這麼多的事件 政策有關的事件 大家不出聲 整個政府沒有人說話 整個政府是 我覺得很不尋常 如果這樣管下去的話 除非你呼應習近平 習大權於一身 我就不覺得你這麼打 可以一個打十個 這個777在什麼時候 去評論人權組織 香港watch那件事 在什麼呢 在中聯辦王志民說 我們中環、色環走在一起 之後就有這個說法 有人說西環治港 什麼西環治港 在這個 context之下 他就丟這個香港watch 這個人簡直是轉而視線 第一 我覺得是轉而視線 意思是沒有西環治港 反而真真正正就是 這些外國勢力 嘗試干預我們國家內政 黃志民也沒有發聲 對呀 黃志民也沒有發聲 你作為超過30年的AO 在港英時代培訓出來的 你可以說出這樣的說話 任何外國組織都可以對任何國家的人權狀況發聲 我不是打你 我不是用士兵去攻打你的國土 但他現在不是我覺得 他現在是怎樣 講一下你都說不行 他是叫做感染了內地 敢於亮劍這種精神 真的我覺得 敢於亮劍是什麼 是可以口出狂言 講出一些很roofness的言論 這種就是今天你看到的林鄭月娥 我相信他這樣說完 將會收到十個電話打來歌頌他 稱讚他 為什麼 正正你是講英培養的政務官出身 你現在就要跳中字母是什麼 等於五三季投靠滿清之後 為什麼要追到雲南去殺這個榮力帝 是證明我效忠大清 任何的行將伴將 如果你對你的舊主子有任何思號的眷戀 其實你都會死的 Hong Kong Watch 這班人 其實是英國的國會議員 上議院的議員 他曾經說過我在香港沒有置業 所以我不會僭建 因為他在倫敦置業 然後他又有居英權 現在他放棄了 他老公也還有 所以都是假放棄 這個又很奇怪 可以的嗎 任何時間都可以繼續入籍 家庭團最可以的 家庭團最可以的 就可以去的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他要 用英文來講 叫做翁三龜 complex 翁三貴情義傑 就是追殺南明的皇帝 現在他照 我經常有很多人不明白 你混在大陸那份說什麼 我覺得不是 他的心態裡面 正正就是要突顯什麼呢 我敢於亮劍 向以前的舊主子亮劍 而且我可以證明這一點 當時是沒有記者問他 沒有人主動提出這件事 不是有人問他 小事一宗 他是有敢而發主動 去講這個HKW的 這個就像你所說 他根本是投懷送抱去表忠 梁劍來效忠 梁劍效忠 就是告訴你 這些以前的宗主角 我就砍他 到西環來講就幫他擋 就說王志文說的說話 就用了一些口語 大家知道走埋是什麼意思 走埋即是夫婦或男女朋友之間 有性愛關係 就為之走埋 王志文就用了中環和西環走埋 一起 這句話 大家就即時一邊掩著嘴笑 一邊就很生氣 為什麼呢 你就是蒙媒苟合 違反基本法 然後西環走出來 上你床之後還走埋 大家就聯想到很多這樣的東西 他們說得很曖昧 不如我試試看 王志文是用廣東話 主力是廣東話 他們說中環和西環走在一起多好 這句話出了行政長官和我兩個人的心聲 你們已經看到 我們以後一定會越做越多 越做越多 我減散了青年工作 其實是為了產生的效果 做什麼呢 其實是青年工作的 我們一定會越多走在一起 越多的成果會給大家看 你幾怪曖昧 真的很曖昧 但我聲音沒那麼淫賤 林鄭月娥同樣曖昧 講完林鄭月娥 我覺得那天他們兩個 簡直在台上好像在拍攝 像癡男怨女在拍攝 這個就是林鄭月娥說的 十二年來我們各自在不同的工作崗位做 不要假裝女人的聲音頂不順 OK 今天能夠 今天能夠在一起 我以行政長官的身份 智民以中聯辦主任的身份 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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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王主任 智民以中聯辦主任的身份 今天可以再次合作推動香港青少年發展的工作 我感覺到這也是一種緣分 這兩個人 你想想聽剛才那段說話 要不要這樣說呢 要不要這樣說呢 要不要情話綿綿 去到這個地步 坦白說 英國人培養出來的政治人物 應該明白什麼叫做第一品味 第二叫做修養 修養是什麼呢 不能太外老 有一種我們叫做sophistication 其實很噁心 我知道你怎麼說出來 是醜麻兼醜 這個不是人家所謂先進文明國家的官員 那種說話的方式 我先說一下 你幹嘛叫他智民 你想怎樣 這個就是內地官場的 已經是完全入腦了 你想想689仍然不會用這些字 但是我相信777已經是全面 不單止染紅 亦是深紅 就是說 所以我說他比689更 內地官場的稱呼 就是一種我們叫做 基督教團契式的稱呼 翻團契也是這樣的 都是叫後面那兩個字 月娥曉明 除了習近平之外 其他他接觸的人 這個 林武就比較難 因為他只有兩個字 阿武 阿武不會這樣說 武哥 武總 或者用內地的說法 或者林總 但是這些就是 你私和公 混在一起 你私下怎麼互相稱呼 其實是沒有人理你的 但是你公開的話 一個叫做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一個叫做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就是叫做特首和主任 就是港元 你們私下喝酒 喝酒 在北京 在貴賓樓 大家在這裡吃飯 什麼都好 你們怎樣叫 我們不在乎 根本不關我們事 其實根本是 而出來的那種噁心的效果 肉麻的效果 就是共產黨喜歡的 我告訴你 他們永遠都是喜歡 那些超過的東西 你留意一下 他們的大媽穿衣服 永遠無論 不需要那條雷屎邊 總要加幾條雷屎邊 在這裡 無論是他們的所謂設計 大陸喜歡的設計 叫做法國大餐 其實 永遠多些東西 所以這些叫做過由不及 亦顯示了一種 內地叫做微族的一種政治文化 所以我也說 當日很噁心的事情 其實不僅止這個 志民和月娥之間的調情 其實 還有十三天愛上了解放軍 是 大哥 我真的說 那個故事 那天充滿著愛 那個 speech裡面 真的充滿愛 大哥 這些低劣水平的文宣 你煞有戒時說出來 十三天愛上解放軍 因為有解放軍幫你蓋屁 你這個肺 我懷疑 如果是中大畢業 我身為中大畢業生 都感到羞恥 然後發現原來他考入了入境處 我猜他入境處很快升官 為什麼呢 入境處很重要 就是很快 大家考慮了 我們城寨整個文章給你們 十四天愛上中聯辦 十五天愛上港澳辦 十七天愛上共產黨 大家照得 然後 逢親投考政府官的時候 先 將那件事上載自己的facebook 然後再 用郵寄方式寄給單位 這個姓黃的女生 中央台又訪問他 然後他也是香港少年軍的輔導員 基本上他是自己人 然後特意殺有戒時 拿出來捧成什麼呢 大陸叫做勞動模範 其實現在也是在用大陸那一套 就是樹立這些香港模範 讓大家學習 那些古惑仔看到 就是什麼呢 如果你不醒目的 就變成黃之鋒這樣 判刑坐牢 如果要醒目的 你要在政府裏面步步高升 你就要走這條路 就是當年雷鋒招雨綠 雷鋒日記就是大家學習 然後寫雷鋒日記的學習心得 十三天愛上解放軍 就是這種 其實你看到很噁心 你現在看到 黃志民和志民與月娥 志民與月娥在什麼場合 不是志民與春嬌 彭浩祥可以考慮拍下的 三集 敢拍嗎 不知道我回大陸 志民與月娥在一個 叫做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就是共產黨的 青少年軍在哪裡 他就是由中聯辦與解放軍 合辦的組織 還要說劉剛華力排眾議 就把場地立刻批給他們 是一個很大的總部 這個很明顯就是青少年工作 重點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就要外國外黨 培訓這種情操 我不管你真心假意 總而言之 這些十三天愛上解放軍 就要多一些這些論述出來 如果給我做就很簡單 我覺得這些完全沒有說服力 如果我做什麼呢 就是一個獨男 那個獨男就參加了香港少年軍 然後就遇上一個女解放軍 而且女解放軍 每一天都穿著短裙長胸 在他面前暴躁 這樣就露出這個絕對地帶 絕對領域 這麼重口味 即是大腿這一節 膝頭哥和短裙中間 毛澤東什麼無限風光再險峰 露出這個絕對領域 然後香港少年人 終於 其實是十三分鐘愛上這個女解放軍 這樣就有說服力 這個就有說服力 這些大家都知道 解放軍 即是大家看北韓的女兵暴躁一樣 這些大家反而是最有興趣的 其實是 但是你說一個這樣的 中大畢業生 好像是 這個姓黃的女子 一個中大畢業生 是參加這些解放軍的軍事訓練活動 然後就愛上 因為幫他蓋皮而愛上這個解放軍 即是那條橋真是救得不得了 即是更救過1966年的大陸的樣板戲 真的 休息一會兒 休息一會兒